第十六集 夏小兰被人抱住了上半身,那句大河村的夏小兰将她震了震,不过她该怎么叫救命还是怎么叫,这些狗东西还打听过她的底细。 夏小兰有点着急,此时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,马路上的人本来就少,这地方又挺偏僻的。 三个男人,有两个受了伤,他们也不敢继续耽搁,再让她这样叫下去,肯定有人要过来的。 没受伤那个,就去捂住夏小兰的嘴巴。 夏小兰没了剪刀,狠狠一脚踢在了对方下身,这一脚太狠了,碰得对方丢开夏小兰,像个煮熟的大瞎子,弓着身体。 夏小兰连贴两脚,也不管后面踢没踢重,她趁机冲出包围圈往巷口跑去。 人在被逼急了的时候,会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。 夏小兰不怕他们抢劫,就怕流氓们糟蹋她。 清清白白的大姑娘,她还想好好在八零年代谈个恋爱呢。 流氓嘴里骂着臭婊子,把脚来追。 夏小兰心里也挺急的,她这个身体太弱,虽然个子不矮,也打不赢三个流氓啊。 眼看着就要出巷口,夏小兰面前出现一个阴影,一个人挡住了去路。 夏小兰心里第一次感到绝望,还以为是流氓的同伙,当头就撞在了那人身上。 那个人伸手稳住她。 我可不是坏人一伙的。 一开口就不是安庆县的口音。 这人将夏小兰往身后一拉。 呀个王八高子,能耐的啊。 大白天欺负女人?安庆县的治安也太坏了。 同志你别怕,我。 夏小兰跑得汗津津的,一张小脸白里头红,一下子把人给看呆了。 这人忽然大叫。 哥,橙子哥你快来,小痞子们非礼女同志了。 非礼女同志就算了,为啥要非礼这位女同志? 自从几天前在安庆县面摊见过夏小兰,一路她都惦记着对方,总觉得夏小兰吃面时抬头看她一眼,雾蒙蒙带着水光,欲语还修的,让她总也忘不了。 一股热血往脑袋上涌,她把夏小兰挡在身后,嗷嗷叫着冲向三个流氓。 夏小兰松了口气,看来是救她的,她也认出这人了。 不就是面摊上总看她的外地小伙吗? 巷子口又响起了脚步声,另一个年轻人走来,脚步有力,人也长得极为精神。 小平头配着她的五官,皮皮的,长得挺邪魅狂娟的。 这男人不好惹。 周成一抬头,就和夏小兰视线相撞,她脸上带着汗,人也气喘吁吁的,却不能遮掩那惊人的美貌。 周成不会那些文周周的形容词,她就是觉得夏小兰哪儿都长得好,让她有点口干舌燥。 康伟说得对,安庆县这小地方原来藏着个角色。 怪不得此去护士的路上,康伟一路都在念叨,现在打起来又不要命一般。 周成眉毛一条,长了这样一张惹是生非的脸,就该时刻注意着,没事往偏僻地方钻,可不就给了流氓可乘之机。 要不是在路口踩了脚刹车,她肯定被糟蹋了。 周成心里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火气,看康伟把三个流氓干翻在地,还觉得不解气。 在墙脚跟捡半截砖头,狠狠砸在了一个流氓脑袋上,对方嗷一声就倒在地上,没动静了。 程子哥。 康伟连忙丢开另外两个。 哥,您别冲动,不值当啊。 周成看了她一眼,夏小兰整理好了头发,多少也有点怕,此时又没有别人,万一这两个也是坏人呢? 周成也不揭穿夏小兰的小心思。 这三个人怎么办? 夏小兰看了看天色。 两位同志,真是太谢谢您二位了,能把他们送到派出所吗? 周成点头,康伟使着踹了一脚。 别撞死,都滚起来。 康伟都不敢多看夏小兰。 周成却看见了她额头正在长嫩肉的伤口。 你额头怎么回事? 夏小兰想。 这人怎么一点都不见外呢? 不过对待恩人,她也不好态度恶劣,就含糊过去。 啊,不小心摔的。 周成越看那伤口越不顺眼,白臂无瑕的脸蛋多了伤口挺碍眼,也不知道会不会留疤。 康伟把三个人绑上,一个人嘴里还不甘不敬地嚷嚷。 他就是一个破鞋。 别人能睡,我们不能碰啊。 这哥儿几个都是男人,要不,大家一起赏好了。 康伟一脚踹在他脸上,对方掉了好几颗牙,终于没有再满嘴乱喷粪了。 不过,气氛还是很尴尬。 夏小兰的脸色也很不好看,把自己的自行车扶起来,真的碎了不少鸡蛋。 每一个蛋,他就赚一分钱。 顶着烈日,到各个村去收蛋,又一天两趟跑安庆线。 早上五点起床,到晚上九十点才歇下,中途是没有休息过的。 就是这样,一天顶天也就赚十来块,这一摔,他今天一整天都白干了。 明明上辈子吃过很多苦,比这个更苦的事都遇到过。 夏小兰还是觉得委屈。 谁他妈想重生到八三年啊? 上辈子用了二十年才奋斗成功,睡一觉起来,全没了。 夏小兰红着眼睛,也狠狠踢了流氓几脚。 哼,搞破鞋也瞧不上你们,松包,只会欺负女人。 夏小兰真不是好惹的。 看起来柔柔弱弱的,被救之前三个流氓就带伤了。 到了派出所,周成两个人把责任全担了。 就说是他们两人打的,公安也没说他们打得很,反而很正式地表彰了二人。 我们收到了公安部的通知,安静县将积极配合严打行动,对现行的犯罪分子要从快从众处理。 两位同志是现意勇为,我们会将锦旗送到两位的单位。 康伟想,她和橙子哥哪有什么单位啊? 夏小兰从另一个房间里出来,一个女公安态度很好,还安慰她。 我们肯定会保密她。 世道对女人不公平,明明是差点被侵犯的,传出去说不定一边骂流氓,一边也要对女人指指点点。 夏小兰知道,如果不出意外,她是再也见不到这三个流氓了。 谁叫他们这样嚣张,敢顶着严打其间犯事。 这三个人事先肯定想,就算把她怎么着了,自己为了名声也不敢报案。 可惜,他们搞错了。 夏小兰名声不好听,人更是泼辣厉害,敢拿剪刀戳眼珠子,才拖延时间等来了救援。 从派出所出来,都是下午六点了。 夏小兰心里急,也不能表现得没礼貌,坚持要请两个救命恩人吃饭。 吃啥?就是街口那家卖面的小摊呗。 夏小兰囊中羞涩,肯定没办法请两人吃馆子的。 国营饭店置办一桌子,怎么也要二十元。 她只有钱,请对方吃汤面。 顶多叫卖面的大婶,加俩荷包蛋。 康伟叽叽喳喳的,比较外向,周成人长得挺邪气,其实话不多。 这人其实看上去,比三个流氓更像坏人,身上有股邪性。 同行的康伟能一个撂翻三个,却对周成服服贴贴。 丢下碗,康伟要抢着付钱,夏小兰拦住不肯。 两位对我的恩情,不是一碗面能报答的,今天,让我请你们两位。 康伟嘀咕,说自己从来没被女孩子请吃过饭。 周成把筷子一放。 改天请回来不就好了吗? 今天太晚了,我送你回去。 最后一句话,周成是对着夏小兰说的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